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华邦店变成外资投信双调节的标的 今天股价跌了一块两毛 收在30.65 已经跌到30块出头了 那今天正好是华邦店的股东会 董事长焦佑君 今天说 未来一年疫情还是影响电子产业供应链的主要变数 他会预测美国基建会是未来主导全世界经济跟供需的状态 那针对比较重要 我觉得针对是Chromebook需求趋缓的问题 最近感觉起来 去年下半年 今年上半年一些夯的产品 包括电子组建 开始都有需求趋缓 或者说甚至价格要修正的问题 最近Chromebook也传出来这个问题 说需求趋缓 品牌厂对零组件供应商大举砍单 因为他们可能订单量也有趋缓的状况 所以就 再加上 囤了很多零件 所以说就砍零件厂 焦佑君有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他说终端市场需求或许 他用的说法很比较含蓄 或许跟先前乐观的预期不同 不过整体需求还是大过于供给 那确实现在目前需求还是大过于供给了 那出现才会出现终端需求趋缓 供应链依然供不应求的情况 所以他也承认 确实出现了终端需求趋缓 但是他也强调供应链还是供不应求 所以这个状况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了 他的说法是有两个面向的 那华邦店的高雄厂 投资很大的一个高雄厂的半导体厂 他说明年第四季会少量产出 第一阶段月产能一万片 随着投产 未来华邦店每年的产出 渴望增加到15到25亿 只是今年跟明年将是投资高峰 2023年之后资本支出可以回到稳定的状态 华邦店去年营收是606亿 年增24%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是13亿 所以每股存益只有0.33元 确认派发股息0.2元的现金股息 7月13号已经除息了 所以我记得除息当天是苗田息了 但是最近股价是有短线破低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这两年是华邦店的 资本支出高峰 但是等新厂建好开始量产之后 这个折旧摊提的问题 一样会是财报的压力 好那最近是不是真的有 所谓产品叠价这些问题 包括最近美光的股价也叠得很重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顾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沐华哥金庸朋友大家好 佩玲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废半指数开始在修正 那其中像是KRI美光 我都观察到他们其实最近股价都非常疲弱 尤其美光 这个连跌了连续两个交易日下挫 最新一个交易日 就美股的周三就跌了1.16%的幅度 那周二是跌了5%多 很少见到美光股价可以这样跌的 它是真的是这个低润 PC低润的问题吗 第一个当然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 先前 沐华大哥或许还记得 其实在之前就是 尤其上7月份几乎是美国科技股在领涨的一个环境 因为那时候其实基本上资金都还是持续去促拥在科技股 而且那上7月份的时候其实费半 就是在财报公布期间呢 其实费半的一个财报非常的亮丽 所以整个半导体类股的涨幅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两天的一个修正 其实如果就过去5天来看的话 美光大概是跌了8%的确是蛮重 但我觉得还是会把它解读是一个第一个是比较偏涨多回党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当然就是会去牵扯到就是在 最近就是包括了 因为财报陆续公布的差不多了嘛 那其实现在大家看的就是下半年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甚至在欧洲地区 尤其像美国 因为大家本来之前认为 变种病毒的一个影响好像对 亚洲地区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我们看到亚洲股市在这一段期间也比较疲弱 不过最近因为美国的新增确诊人数 还有在住院比例上都有开始攀升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部分也让大家比较担心 接下来的一个需求面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啦 那当然因为在资金排挤之下 反而最近的资金又去拥抱先前 不被市场青睐的就是在金融啦 跟原物料这些的一个类股 这部分当然有受到就是在拜登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计划通过 有一些推波助燃的一个效果 那就会形成 再加上就是殖利率最近的一个谈升 就会形成就是科技 还有在传产这部分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轮动 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 以目前若回到半导体产业来看的话 基本上目前整个半导体就是在晶片 整个短缺的一个状况 目前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内还没有那么快的一个解决 那现在大家可能只是在提前反映说 是不是接下来的需求是有机会放缓 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还是比较偏向于 就是股价跟投资人心里面预期的一个调整 就整体的一个产业基本面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觉得整个半导体的一个需求面 基本上还是维持相对比较供需吃紧的一个情况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日经亚洲新闻 日经亚洲评论 他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说 业界数位高层透露 这个PC业者最近对供应商下单量 至少缩减20% 暗示说今年Chromebook的出货量 或许会比业界先前预估短少1000万台 我记得去年下半年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像Acer这些高层就说 客户照三餐跟我们催货 照三餐来跟我们催Chromebook 现在说7月突然做出修正 这个是从创为的一个6104创为的一个高层透露 另外益龙也有2454益龙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 他说他原本预测今年Chromebook出货可以达到5500万台 但如今可能剩下4500到5000万台 这个的确有影响全球笔电需求 跟今年益龙出货的预估 所以看起来这个确实是有无意义 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下 从Chromebook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 Chromebook大缺就是因为居家 对不对 远端的上课的需求 所以导致当时 你看各大PC厂 这个什么联想 包括像是HP 他们这个Chromebook真的缺到不行 可是短短没有多久 马上猪羊变色 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还是在受到疫情 就是这一些是真的是 所谓的疫情的一个受惠股 那因为去年 其实就像台湾在5月份那时候 宣布就是防疫升级的时候 也是赶快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因为都要居家上课 就赶快去买笔电 那时候其实也是缺货的状况 那我想其实在过去一年 笔电市场的确享受了 这样的一个荣景 那随着说刚刚提到了 虽然说目前的一个变种病毒 有在美国 是有在复燃的一个迹象 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美国民众 尤其像9月份 接下来他们就要进入到 所谓的一个返校需求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其实在笔电这一块 基本上如果他们真的回到学校 虽然说这个 未来还是会有部分的课程 可能还是会有线上需求的一个状况 但基本上只要回到学校的一个情况 他们可能就会把很多的一个支出 是拿去购买其他返校所需要的 不论是新生的一个背包 书包或者是新的一个衣服什么的 所以这部分当然会排挤掉 相关的一个NB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去买Nike去了 对 因为很久没见到同学嘛 所以希望能够穿得更那个一点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接下来其实9月份 像这个礼拜像是三星 就是要公布他们的一个新手机嘛 因为这部分其实大家也会期待 9月份新的iPhone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或多或少 就是会在电子产品的部分 还是会有一些板块移转的一个效果啦 就排挤的效果 以前这个美国公布的很多都是 学校买给学生了 对 他们就学校预算拨下去 学校买给学生 现在可能就大家都回教室去上课去了嘛 所以这个全世界景气跟产业变化 是非常快速的 听众朋友可能在投资上面 我们在周期上面我们要注意 那另外这个美国的物价是真的见顶了吗 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CPI的数字 似乎这个月增的情况已经开始趋缓了 对 当然如果就7月份的一个CPI 我想其实这有点比较 这蛮呼应就是之前联准会主席 鲍尔的一个看法 就是认为整个通膨的一个高涨 其实是比较偏向暂时性的因素 那这部分当然7月份的一个通膨 不论是月增率的部分呢 都是比前一个月放缓 而且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说 像之前推升通膨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是来自于像是二手车的一个价格 就7月份来看的话 增幅也是从本来的10.5个percent放缓 到只有0.2个percent 那其他的像是机票啦 这种因为解封之后的一个需求带动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商品的价格 这个增长幅度都开始放缓 是7月份整个通膨下来的一个原因 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 短线上的通膨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所谓的高档就是如果就年增率来看的话 整体的CPI可能还是会维持在5个percent左右 核心的CPI可能还是会维持在4个percent以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看到 虽然说有一些像二手车的价格开始有一点放缓 但是其他的像是新车价格还是在增加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晶片短缺的一个问题 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短期内还没有解决的迹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会是在一些住房成本的部分 因为其实除了民众的一个就是外出旅游带动了像是饭店的价格是上涨之外 其他的就是我们观察到目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很火热 那整个房价的上涨基本上转移到 移转到所谓的一个租金价格的一个上涨 其实会有一段时间的落差 那再加上最近其实我们从财报季公布的时候也发现 很多的公司其实中小型公司就是在就业市场的部分 他们都有去提高薪资的一个计划 那这部分我们觉得真正反映到通膨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时间 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在未来几个月 美国的通膨你可以说他不用那么的一个担心 但是你说他还要很快的回到可能两三个percent 我觉得这几率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盘势 是相对比较胶着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说 到底联准会8月26到28的一个全球央行年会到底会怎么讲 那怎么讲就会牵动到不论是美元的走势 或最近像是指利率开始谈生会牵动到成长跟价值股轮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整体来看 目前我觉得市场的气氛还是属在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状态 就我个人看鲍尔 我觉得他心中真正想的是好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 他是能拖就拖了 能拖 缩表能拖到最后一刻 能拖多久算多久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缩表开始 就难以回头 就难以回头了 对 第一个难以回头了 第二个呢 缩完表之后就启动是绝对是升息循环了 所以当然能拖就拖 他知道现在目前整个状况是不容许太快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为什么刚刚说包尔能拖就拖 因为基本上美国股市的估值高 同时呢 涨了那么多年的多头 亦有这个联准会的动比较大的动作 当然金融市场比较容易受到惊吓 所以说在这样经济未完全的正常化 就业还没有完全的出现正常化 你说美国失业率降到5.4 没有错啊5.4大力这个先前疫情之前 还有六七百万这个职务是没有补上的 这个失业还是有多六七百万人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联准会当然能拖就拖 那也有一些联准会的官员出来讲鹰派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联准会向来他们的一贯的策略 就是有多有空 让市场去在这个联准会两边中去做猜测 这样子就是联准会你看到他们的 很一贯的他们的手法 所以不足为奇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现在目前美国的通膨实际的状况 乃至于刚刚佩玲有在谈到 就是说Jackson Ho会议 那我们也可以预期今年下半年 还有哪一些重要的 这个相关的我们要去知道的事情 我们继续请教Francreen投顾的梁佩玲协力 佩玲除了Jackson Ho会议下半年 我们还有什么样重要的schedule呢 好当然很重要就是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还是认为说Jackson Ho会议 其实但最近这几天很多包括副主席 还有一些官员 其实对于支持购债的一个看法 其实都蛮偏鹰派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状况 的确是有一点超出我们原本的一个 就是认为的一个状况 不过其实就整体来看 我们其实跟木华大哥的一个看法是差不多 就是我们也是认为联准会会重申 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他会去重申说 他已经做好准备 只要美国的就业市场是持续在朝这样子的 一个复苏的情况的话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政策的调整 可是真的实际采取动作 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除非说九月初公布的 一个就业报告非常的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有可能会提前宣布要缩减QE 不然我觉得应该还是以今年年底 正式宣布缩减QE的一个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就下半年来看的话 当然很重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礼拜美国公布的 就是在他们通过5500亿 未来五年要新增的一个基础建设计划 就在参议院 那因为马上就通过了3.5兆美元的一个 预算的一个纲要 那因为其实他只是一个纲要而已 所以到九月中左右 就是各个委员会要提出 他们本身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草案 那虽然说民主党他希望透过他在参议院 些微的优势可以避开共和党 可是其实老实说对于3.5兆美元里面 关于很多不论是社会福利也好 或者是对于一些气候变迁应对的政策 民主党本身内部就有分基金派跟温和派 看法非常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在未来几个月 还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因为这也绑架了就是在那个基础建设法案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整体的趋势是还是会一定朝 就是美国还是要扩大他的一个基础建设 只是这个时间点跟最终通过的一个版本 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法案当中也绑架了 就是在美国9月份 其实会有他债务到期 就是上限到期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这一次民主党并没有把它纳入 在这一次的一个预算纲要里面 所以大概可能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 然后也是要留意这样子的一个变数 就是美国在财政部分 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了联准会 除了就是8月底9月份的一个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看的就是 关于鲍尔是不是会继续的一个连任 因为可能9月份就会开始讨论了 那这部分我觉得也会是 持续牵动市场的信心 那当然目前大家认为可能呼声比较高的是 另外一个布拉纳德 那他其实跟鲍尔的态度是蛮接近的 只是说他唯一跟鲍尔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对于可能银行监管这一块 会相对比较严格一些 那这部分还是会去让市场去重新price 这样子未来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可能性 这部分我觉得其实 历经了今年以来美股的一个上涨之后 其实我觉得在8 9月份 通常都是过去美股会比较震荡的一个环境 这也是我们会建议现阶段 就是投资人在操作上不用一直去追 不用一直去追高 但也就是你也不用太过的一个悲观 基本上我们是建议 你可能透过一些平衡型的一个基金 去做好你的核心配置之外 就股票的部分比较建议是采取 就是逢震荡加码 那因为美国股市最近基本上 都是在一个高档非常霞浮的一个震荡 那其实你说它要出现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我觉得倒也并不至于啦 除非真的市场上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利空 不然的话我觉得它就会是在一个 用时间来取代空间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可能你可以先设定 就是像季线 就是一个先分批加码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除非出现大什么大的利空 不然的话美股看起来也不至于大跌 历史指标那些也都没升上来 美元指数看起来都还算平稳 对对对那第三个当然我觉得会在于 就是在疫情啦 那以目前算说变种病毒对美欧看起来 如果从一些open data 他们的一个订餐厅 外出用餐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反而是亚洲这一块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中国 自己本身就是很多券商又开始调降中国 这部分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的预估 还是会对全球经济会有一些外溢的效果 那只是说当然危机就是转机啦 我觉得亚洲这一块 反而如果下半年整个经济跟股市 开始来到逐渐有一些主体的一个迹象的话 反而投资人从现阶段满手都是比较偏美元资产的话 也是可以去留意新兴亚洲市场 有一些低阶跟轮动的一个机会 好中国经济引擎放缓是很明显的 对 只是说下半年会缓到什么程度 好那今天有一个蛮重要的新闻 请教佩玲 就是说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又是知情人士 说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评估未来几个月出访中国的可能性 如果成真的话将是美中之间 首度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不过这趟海外行政 还要看很多变数 因为我们七月美中的天津会谈 其实是气氛非常不好 国务卿选曼跟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这些高层的他们高来高去的过招 中方也是很不客气的 这个血脉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那为什么叶伦还要去呢 为什么你会发现最近美国非常积极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来 这个高层官员要访中呢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从拜登政府 他上任以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中国政策面的部分 其实他一直还是希望寻求 就是我是竞争 但是又有机会寻求合作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不知道叶伦他这一次去到底 他想要跟中国谈什么 但我觉得其实涉及的层面可能会非常的广 那这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 就是包括了可能像是贸易协议啦 相关的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铺陈啦 那就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会把美中关系 基本上还是视为是一个 基本上会是一个持续长期竞争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这个还是会比较强烈 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其实基本上 态度上呢会还是会相对比较强硬一些 好有可能跟美国国内物价高涨有关 因为叶伦先前有讲过 他其实质疑科关税 对中国大陆科关税 其实是没有 对他的有效性 因为你一关税一拉高成本了嘛 对不对物价成本拉高 那最近美国超过30个贸易组织 上周向拜登喊话 说希望美中两国恢复协商机制并移除关税 以免伤害美国经济 好像川普在2018年上台3月那时候 实施了232条款的钢履关税 对不对 美国现在钢价涨到翻天了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 可能我个人推测 可能是业人要出访中国 很重要他要谈的 因为他在关税问题上是比较软化的 对那当然还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可以观察 就是在气候相关的议题啦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如果像拜登 他如果要做很多的像电动车啦 这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替代能源的一个原物料 或他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国 基本上也是在中国 那这部分其实如果双方可以寻求一些合作的话 这一波波监管大刀开下去 真的是开得很猛烈 看起来是很有步骤很有计划在进行 是 其实他今天公布了是一个未来五年的一个什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嘛 所以其实就虽然说中国股市间的表现算是平稳啦 并没有像之前出现很大的一个调整修正 但我觉得基本上因为大家还在看这个纲要其实细节还没有太多出来 不过就整体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自己本身现在是一个持续在监管的议题会放在很中心 那当然另外一个面对到就是在经济放缓的部分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预期可能年底前还会有降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降准不是降息 不是降息 降息可能不太容易 继续降准 继上次的降准之后再降准 有可能再降准去释放一些流动性 那我觉得就监管这一个部分的确是目前外资国际法人都还是持续在关注到底会影响中国市场多深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请教你 就是说第三季我刚刚注意到你刚刚讲平衡市基金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第三季比较倾向股在各半是吗 目前我们还是会股略高于债 就是该股六债四左右 好那资金可以考虑平衡市的 平衡型基金 那对对就比较可以在股市波动的时候 你既可以收息又可以平衡一些股市的一个下档风险 好就是兼具收益也兼具风险的考量 对对对 这个第三季投资 核心配置 现在目前的策略可以是这样子 因为毕竟第三季看起来就是比较扑朔迷离的一期 而且比较相对美股台股都是比较不好操作的季度 我们就期待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赶快来临吧 好非常谢谢布兰克林 凉贝林谢谢